BLACKPINK团员LISA登上法国风马秀演出 不但同城GISO和ROSEY到场力挺 还有网友目击中国影星Angela Baby和张嘉妮进场观赏 尽管他们察觉被发现后似乎刻意低调闪躲 没想到却还是引来中国网友群起批判 大家好 我是Angela Baby Hello 我们现在在巴黎一起 事实上Angela Baby近期刚好在巴黎参与时装周 初共出席观赏LISA演出的风马秀也不让人意外 只不过中国网友认为观赏风马秀 就是站台色情产业 没想到这两位中国女艺人却踩掉中国网友的道德底线 更认为他们已经违反演出行业演艺人员自律管理办法中 不得参与色情等非法活动的项目扬言抵制 但是现在他们不顾舆论 选择去观看风马秀 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会共情普通女性 甚至还有中国网友发现 中国央视29号才在官方微博 PO出Angela Baby登上中秋晚会表演的影片 没想到风波爆出后就被火速删除 恐怕已经被中国当局封杀成为猎疾艺人 只不过面对争议Angela Baby最新一篇的贴文 确实转发央视的贴文庆贺中国国庆日 再次惹怒一票中国网友 风马秀的争议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平息 3D新闻 为人知报道 接下来 年的帖影片 皆发言 打到了 字幕儿章 这边 我是 小幯 小 эп 那个 是不是 难